卡拉OK不OK 现在有我超级偶像小乖 为大家献唱一曲 好耶好耶 好好好 今天真是唱得太开心了 对啊还有好多歌来不及唱呢 真想天天都来唱 既然大家都这么爱唱 不如就买一台卡拉OK机 在家里天天唱个购 耶好耶 试试试试 诶诶太大声了 小声一点小声一点 没关系大声一点效果比较好 就像在KTV包厢一样啊 耶 是哪一家人啊 谁开得这么大干什么 吵死了 真是的 怎么搞的 好大声哦 是谁家 阿公阿公阿嬷 哎呀小乖 好久没有看到你了 阿嬷很想你 哎呀小乖呀 你爸说新买了一台卡拉OK机 阿嬷在哪里啊 啊爸妈你们来了 快来看我新买的卡拉OK机 阿公阿嬷 我们一起来唱歌 哎呀真是的怎么搞的 好大声哦 哎呀吵死了 爸怎么搞的 唱歌唱这么大声 小乖去开门 一定又是阿公和阿嬷了 哎呀天呐 这个礼拜 爸和妈天天来唱歌 怎么都不会烦呢 哎呀 老人家没什么消遣 唱唱歌打发时间而已嘛 阿嬷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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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干嘛关窗户啊 嗯 我怕找到邻居 邻居 拜托 我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哎 啊 啊 是吗 之前你们父子不是都唱得很高兴吗 那个时候你有考虑到邻居的感受吗 啊 嗯 我说不了了啦 阿公阿嬷根本就是把自己的快乐 借助在我们的痛苦上吗 没错 小乖说的没错 所以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现在你们可以体会邻居的感受了吧 如果阿公和阿嬷 继续天天来唱歌 我不要啊 太恐怖了 我看啊 还是赶快把卡拉OK机卖掉吧 太好了 我马上就上网拍卖卡拉OK机 那以后 连我们也不能唱了 以后想要唱歌 还是可以去KTV唱哦 这样也才不会打扰邻居的阿宁啊 经过了这次唱歌事件 让我学到了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不论我们做什么事 一定要注意是否妨碍到别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如果我们不希望别人用我们不喜欢的方式对待我们的话 那我们就不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 千万不要当一个自私又没有功德心的人哦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